各位阅读基因会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凯宇 这次我们阅读基因会为各位带来这本主题书 叫做《谈判无所不在,你不能不懂的协商智慧》 作者是刘碧荣教授出版社先决出版社 在2003年的4月29号出版的 那当然啦,谈这本书我自己谈是不会有什么代表性的 虽然我现在也是刘教授这个谈判讲师班的学生 所以我们今天很荣幸的邀请到刘教授亲自来为我们献身说法 那为各位介绍一下刘教授 虽然我们之前都导读过刘教授的两本书 像《谈判圣经》还有《三顶帽子哲学》 但是因为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他 所以我为各位谈一下他的一个最近的一个情况 他现在除了是在东吴大学担任政治系的教授 台北谈判研究发展协会理事长之外 还有何峰谈判学院的主持人 他目前也在《大爱电视台环宇新闻》这个节目当中 在每周六的晚上十点到十点半 他是制作以及主持人 所以这个各位一定很期待 因为主角不是我 我不能再讲下去了 刘教授你好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刘教授今天是谈您的书 那之前对您的书 我相信我们的听众不会太陌生 三点帽子哲学当中谈的可能 而我自己的感觉这本书谈的是你自己 等于说是一个用回忆录的方式 算是一个自传的一个题材 那《谈判圣经》是一个对整个谈判架构的一个完整的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谈判架构组织的书籍 那《谈判无所不在》 我自己的感觉它是一个谈判入门书 可是我因为是您的学生 我自己也常常有这种感觉 就是很多人很害怕谈判 对,因为很多人因为想到谈判的两个字 就想到说谈判是不是就是要对抗 要打仗什么的 那么所以我在很多场合 我都跟很多朋友讲 谈判其实只是解决问题的方式之一 它只是一种解决充足的方式 因为你今天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尤其在现在大家都很敢于把不同的意见讲出来 那讲出来怎么办呢 所以你必须要用一些方法来解决 那么解决不是光凭什么肝胆相照 或者说自己相忍为国 也不能光靠这样 它总有什么方法提出来 解决了冲突以后 让大家都觉得很happy 让大家都觉得很高兴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你就必须要学到一点谈判的技巧 所以通常我的讲法就是谈判 我们正是学院派的一些正统的讲法 谈判是一个共同的决策过程 共同的决策过程 对 就是你不能单独决定这个事情 我也不能单独决定 那我们来共同决定 所以它是一个思维方式 它是一个思考的一种语言 那么真的它可能也是一种战略 其实蛮好玩的 在日常生活里面很多都需要 很多需要 那么比如说很多听众朋友 或很多你读书会的朋友 你在家庭里面 你跟父母子女 你在公司里面 你跟你的部门 你跟不同的部门之间 你的老板 或者你的长官 你跟属下 你开车跟别人插撞 你的这个跟女朋友决定到哪里去玩 房东 房租 涨价 都是要谈判 所以这几乎变成一个 每个人都必须要学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智能 所以谈判的话 其实是现代人的一个重要的 能够安身 我这样听下来 因为我自己本身有学 可是我发现一件事情 很多人对谈判这两个字 他是有那种反射式的害怕 不过听您这样一说之后 好像其实没那么严重 对 没那么严重 其实谈判 你如果不喜欢谈判这两个字 你用沟通 协商 参详 参详之类的 都可以 但是问题就是一定要了解 他比沟通来一个复杂 对 因为沟通可能不需要是去 要布局 那谈判可能要布局的 那么还有呢 有些洋人呢 研究咱们中国人谈判的 对 他常常是讲说这个谈判 是谈还是判 这洋人常常讲说是 是谈了再判 对 还是判了才谈 对 还是谈完再判 还是边谈边判 那么复杂 或者谈完不判 那么这东西很复杂 很复杂 那么但是其实 这个如果这个听众朋友 想要再学的话 那就更深了 对 那更深了 那个当然不是我们今天 简单的读书会的这个录音 可以录得出来 对 但是我总觉得说是 你真的要钻很复杂 但是他也没那么复杂 他可以很复杂 也可以很不复杂 他只是一个 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 如此而已 你这样抓的话呢 其实你会发现 他只是一个game 那而且其实很多人 他怕谈判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影响他的形象 或者说他怕破裂 其实那都正常 破裂也是正常 真的好的谈判者 也不必非给人家 一种伶牙俐齿的感觉 没错 那么这个其实都有一些 你可以很自然的行云流水 谈笑用冰 然后轻轻松松把问题解决 这是为什么 我把我的这个谈判的课程 叫做和风谈判的原因 因为它跟日本是没有关系 但是它是一个和风细雨 我让大体吹起一阵 和许春风 甚至上和风只是这样 这个意思 这样 其实每次听刘教授的谈话 上刘教授课 看您的著作 我都感觉 其实你把谈判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可以说是现代人必备的能力 把它变得不像是一般反射式的认为 是这么的对抗 这么的剑拔弩张 甚至于你会带美感在里面 这个从你的很多的课程 著作当中都可以看得到 不管是引经据典 或者是谈你的经验 所以呢 其实 刘教授课 是不是帮 跟我们分享一下 到底什么是谈判的内学 对 因为我一直这样讲 这个有几个概念 第一个 我觉得做一个好的谈判者 你一定要有足够的人文素养 没错 人素养 那么要有一点历史的厚度 因为常常很多人 管理东西 我常开玩笑说 管理的东西学多了 不juicy 你没什么汁 在里面 很干 非常干涩 没有什么太大意思 那么我一直觉得 谈判是有美学的 那这个美学的观念呢 其实最主要是 以前我看一下 这个松下信之柱 他觉得管理是有美学的 那管理美学 我总希望说 我在上谈判课 我真的学员讲说 你要表现出来非常优雅 整个谈判是很优雅的 想要的美感 那美感呢 表现在几个方面 我书上也讲了这些方面 第一个比如说 我想你的语言 语言 那么中国人讲话呢 谈判有的时候呢 是你一个诗 从春秋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都是那时候就是从诗经 我以一个诗 诗呢 来表示说 我现在的意境 我的想法 静在不严重 所以我说 从诗的角度来看呢 它是有美学的 然后第二呢 我是觉得呢 我们这个 从中国书法的角度来看 我不晓得 各位听众朋友们留意到 这个中国的书法 有一个特色 就是它是一个平衡的 但是未必对称 对 就是说你看了一个 任何一个书法的作品呢 它不是那么标准的 那么工整的 右边一个撇 左边就一个纳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你那个房子盖着 这个四平八稳的 那种口阿柱 对不对 那就没有什么太大意思 很加厉 所以可是你看中国 随便讲 我常常讲说拔河的拔 你看那个拔河的拔 它那个左手的 左边的那个提手啊 它最多只在 那个字的三分之一 对 然后右边呢 再占三分之二 对不对 如果你就真的平衡的角度来看呢 那这个字是分成 左边右边两块 那左边应该站的 提手旁应该占50% 右边应该占50% 所以你真的要写 它就不好看了 所以它是不见得是平衡的 可是不见得是对称的 可是整篇书法 看作品看起来 它是很平衡的 你不会说看了一个书法 好像一个人倒掉了 歪了垮了 或什么 所以它是一个平衡 但是未必对称 那这个就其实用在谈判上 谈判上呢 我们常常讲说呢 人家我在这里让你 你在那边还我 我们常常我让一个步呢 不必然要人家等时等量 立即的做同样的回报 那可能我今天让步给你 你点滴在心头 你下一次还我 下一次还我 因为当我们的关系呢 最后如果做个总结的话呢 我觉得还是蛮平衡的 可是不是说每一个账步 一定要同时换到对称的回报 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书法的一个美学 平衡但未必对称 对平衡但未必对称 然后第三个呢 谈判的这个速度或者是节奏 就我觉得 我不想说各位听众朋友 有没有感觉到 谈判是有声音的 有音乐的 就好像你读孙子兵法一样 你可以从孙子兵法里面 感觉到它的意象 感觉到它是图的 它是有音乐的 它是有蹦蹦蹦 有节奏的 那么所以上海交响乐团呢 它就根据孙子兵法呢 它出了一个五片的孙子兵法交响乐 虽然它的交响乐 我听起来 我的感觉跟它的感觉不见得一样 很主观 很主观 但是你可以感觉到它是音乐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像比如说异象 比如说像孙子兵法 那么讲说积水飘石 这石头很重 可是为什么水上能飘呢 他说就是是 是也是 是就是大势所趋那个是 你可以感觉到那个意象 那就是那个是 那个水 把那石头给飘起来 石头从高山上整个滚动下来 然后的水把它整个飘起来 你可以感觉你声音里面 耳朵里面 你可以听到那个澎湃的声音 眼前你可以浮现 饥石 飘水 饥石的那样的一个意象 我觉得谈判也是这样 你要感觉到它是有个tempo 有的时候我是快 有的时候我是慢 我常常讲说在谈判的时候 你是开一扇门还是给一堵墙 对 那么有的时候 我常讲说有的人是一个墙 有的人是一扇门 这个叫黑脸白脸 对 有的议题那是一扇门 有的议题那是一堵墙 就是有的议题我可以让 有的议题我不能让 这个就叫挂钩交换 对 那有的时候说有的时间我可以让 有的时间我不能让 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节奏 蹦蹦蹦的节奏 所以它是有个节奏的一个美感 最后呢 我当然觉得谈判的讲个背影 背影呢 就好像我们常常讲唱京剧 唱的评剧 京剧你唱京戏的人呢 我们常讲他上场下场呢 都是戏 对 都是戏 那于是我今天在谈判的时候呢 我跟你谈成了 我怎么出去 或者我在谈判 我怎么ending 我怎么收场 让你觉得你欠我一份钱 或让你觉得呢 大家很happy 或怎么样 所以不只是谈判的过程 而且谈判的结束 收尾的时候呢 它必须要有美感 所以不管是收尾 不管是节奏 不管是书法一概的美感 或者是诗词语义学的美感 所以我觉得呢 做一个好的谈判者 你要表示你有这种东方的智慧 那种飘逸的感觉 你必须有美感 你要有美学 这是我觉得美学的观念 在谈判来讲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所以其实我听 每次听刘教授您做这样的一个教授 和您的著作当中 我都有这个感觉 我不知道是感觉正确不正确 就是说您教的谈判 其实不只是谈判 其实是一种态度 是有人生的态度 层次更高了 真的 其实是这样的 我常常觉得呢 怎么把谈判做一个提升 那提升那么 常常讲 很多人以为说谈判最低的层次 就是菜场买菜 菜场买菜 你的层次当中就很低 但是我觉得可以拉高一点 比如说你刚讲人生 一点不错 但是也许我也没那么伟大了 但是我自己有这样想 比如说你看 我们谈判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巧 就是让对方敢输 让他敢输 这在谈判上就是减少他让步的成本 减少他让步的成本 你让他敢输给你 你每一次让步的时候 你都要想想 他是怎么样的情况 他回得了回不了家 这也包括我刚刚讲的美学 就收尾很优雅 让他觉得让他回得了家 所以减少对方让步的成本 让他敢输 这个我在很多演讲的课程 在讲说 他不是技巧 他其实是素养 你不只是一个谈判的时候 你跟很多人 都需要说减少他让步的一个成本 让他敢输 这点非常非常重要 对 所以呢 我们的第一段内容当中 听到刘教授为我们谈判的一个基本的概念 还有呢 谈判的美学 我相信呢 各位听众一定不会就此满足的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得到更多的消息的话 没有关系 我在这边会提供 刘教授和风谈判学院的网站 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 我们有三段内容 接下来第二段跟第三段的内容 第二段当中呢 会为各位谈一谈 刘教授 他的谈判人生 他教授谈判的过程当中 有什么有趣的事 和他怎么进入这样的一个领域 那和风谈判学院的网址是 那非常感谢各位的聆听 跟我们一起推动 书香社会阅读人生 阅读经营会的网址是 那我们期待接下来的内容 各位阅读经营会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凯宇 接着呢 进入我们刘碧荣教授 专访的第二段内容 那我们在第一段内容当中 有对于谈判和谈判的美学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互动 那接下来呢 我相信听众和我一样 一定很好奇 刘教授现在是 享誉这个海内外的谈判权威 谈判大师 那蛮好奇的一点是 就是在您成为 在您进入这个谈判教育的 这个过程当中 你是什么样的机缘 做一个这个 进入这样的一个开始 对其实人生 我上学有很多很多的机缘 对 现在那么常常有很多人 很好奇说 为什么开始教谈判 最重要的原因呢 就从话说从头 1980年 我到美国念书的时候 当时我的硕士 是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John Sopkins John Sopkins 在他的国际关系研究所 在Washington DC 那时候我们有一个教授 叫谈判 非常有名 那么所以我们同学都说 好吧 没学过嘛 听他看看 于是我们就跑去 上这位扎特曼教授的 这个谈判的课 谈判课呢 结果不小心呢 我那个分数就拿了全班最高分 最高分呢 我班上几个美国同学 包括一些黑人呢 觉得很好奇 你到底写什么东西吗 我说随便写 随便写 我拿了最高分 最高分我也没有太留意 就没想到那个老师 对我就很有兴趣 很有兴趣 当我申请博士班的时候呢 我没有请这位老师写推荐信 有一次在走廊上碰到他 他就问我说 你在忙什么呢 我说我申请博士班了 不好意思 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叫我写推荐信呢 他说我不晓得你愿不愿意写了 我那个三封已经都写好了 他说没关系 我帮你写第四封 结果我一个 其实坦白讲 这一个表态度 影响我人生很大 他说他帮我写第四封 所以我就想说人嘛 总是想回报一下 对不对 你这么认真教我 那我再把你谈判好好念一下 所以我就对谈判是非常有兴趣 后来我到Virginia念博士的时候呢 虽然我后来博士倒不是写的谈判了 当时我想说我们研究了谈判 但是研究一下战略 所以博士论文写的是战略的问题 回到台湾以后 民国75年回台湾教书以后 当时马英九 当时是担任中国国民党的副秘书长 当时因为我比马英九小几岁 回来当然有前辈 我就到国中党党部去看看他 马英九非常客气 马英九就问我说 你在研究什么呢 为什么研究在美国 你来谈判呢 他一跟我讲说 现在学国际关系人这么多 那你怎么能凸显你跟别人的不同 那你既然研究谈判 那你就专心把东吴大学 变成一个谈判的重镇 研究谈判 所以马英九这样讲了以后 让我心里觉得 谈判好像是可以教 可以教 那么当年夏天 民国75年夏天 夏天清华大学办了一个干部训练 干部训练 那么在 我记得很清楚 在台中风源那边的兴隆山庄 那么他们当时 当时你晓得台湾的气氛 谈判逐渐开始热起来 对 包括党内外沟通 那是谈判 包括中美研究谈判 那时候也开始谈判 谈判 那么 马英九因为负责跟党外人士沟通 沟通 所以清华大学就请马英九去做演讲 说讲谈判 马英九说我很忙 但是我记得有一位美国刚回来的刘教授 他是研究谈判的 你们就找他 所以清华大学就跑来找我 那时候闲的是闲的 我就跑去坐火车 我就很清楚做个复兴号的火车 拼弓拼弓 我就跑到兴隆山庄去演讲 演讲的那个时候 刚开始演讲也很有趣 那么夏天天气很热 对 这热的结果 但我讲的又 你晓得 我们念社会科学的 跟念自然科学的 它是一个不同的文化 对 讲的语言也不太一样 对 结果我讲话以后 结果可能讲的太深了 或者讲的不同的角度 或者夏天也太热了 或者怎么样 清华大学的同学睡掉一半 前面很难想象 基本上后面睡了一半 清华大学的老师也跟我讲 不好意思 同学活动太忙了 后来我就坐火车回台北的时候 我就在反省 这个演讲 你如果推广一个观念 你不能讲你自己懂的话 你要讲大家都懂的话 对 你讲了太多的专用名词 学术名词 结果大家都听不懂 那么就睡掉一半 所以那个也给我那种感觉 就是你必须要去慢慢的一般通俗化 对 你要用一般人听得懂的语言 把你熟知的学问讲出来 后来我发现很多人演讲的讲太深 太深的结果就是 一则他可能没有了解听众的这个 这个他们兴趣 二则可能他自己也不懂 要不然的话他不会生吞活泼的就出来 所以我后来我就开始觉得谈判 我就发现谈判大家有需要有兴趣 但是我要怎么去演讲 但是还没有走上说给气管节交谈判这一行 对 那么75年夏天 民国75年夏天 当时美国有一个学校 有一个团来台湾参访 当时那是李中贵 是的一个太平洋文教基金会 就请了这个团来台湾 来台湾的高考 我那时候刚回国很闲 他就找我当领队 我就陪着美国的教授一路走 后来跟美国教授关系也变得蛮好的 蛮好的 后来美国教授 他就本来是密西根州立大学 后来他跳槽到康乃迪克州另外一个大学 他就跟我讲 他说我到新的大学里面来 我希望对周边的这些学术界企业有点帮助 他说我们在路上沟通的结果 他跟我那时候环岛 环岛他是学跨文化沟通 我说我是学的是谈判 谈判跟跨文化沟通 那么有这么一点重叠 他说咱们是不是来共同办个会 他说我就把康乃迪克州 学校那边的一些董事 一些产业界的人 学术界的人带回台湾 带台湾来 我们共同举办一个会议 我说好 那是我们出生制度不为虎 我也说好 我们来共同办个会议 共同办个会 我们就把会议叫做国际谈判与沟通 研讨会 在元山 民国76年9月29号 我印象深刻 9月29号 是教师节第二天 放假的第二天 能记得很清楚 现在教师节都不放假 也有放假 民国其实1987年 因为那76年9月29号 在元山 在元山开完会还蛮成功的 企业界发现说原来台湾有人在研究谈判 以前从来没有人发现 发现这完了以后 时报周刊找我去谈判 开这个 时报周刊开一个专栏 对 企业谈判 那有些企业界的朋友就跑来找我 刘教授 我们正在现在谈判正红火 在台湾教谈判人太少 那你能不能够帮我们教谈判 所以我真正跨出校园 分一半的时间在校园外面交谈判 那是1988年 那么1988年开始 1988年开始 然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 那个社会的demand非常强烈呢 1989年的时候 我就发现我的这个schedule就很难排了 就开始撞棋 撞棋 就是常常我在里面调schedule 调啊调啊调半天 那个就发现整个社会 跟火烧水烧开了一样 都在冒泡 都在冒泡 然后demand非常强 所以在1989年 1990年 我就成立了和风谈判学院 嗯嗯 所以他基本上 基本上你如果 你如果这样讲 好吧 如果当初呢 这个美国教授 他没有主动帮我一下 要写推荐信 对 那我修了一个最高分 也就过去了 对 可能我就没有这么大兴趣 然后回国以后呢 如果马英九没有给我一点启发的话 我可能也觉得 那就 就像一般的教国 教国际关系老师一样 我也不会这样做啊 那如果李宗贵老师没有给我这种机会去认识这个美国人 然后这个美国人如果没有跳槽 嗯嗯 我们没有办成这个会议的话 嗯嗯 那也不会有那么多人来找我所呃 叫谈判 对 那如果说我的我在中国时报的时候接任工作如果时报周刊没找我去写这个专栏的话 嗯嗯 那我的东西也不会推广的那么快 嗯嗯 所以严格来讲呢应该是那个美国呃我的我的我的美国的老师还有来台湾参访的美国教授啊 那么还有包括这个时报周刊啊包括什么这这整个偷偷偷偷加起来 这就构成我在民国75年1986年回台湾教书 两年之后我就跨出1988年跨出校园在校园外面交谈判的 嗯嗯 这样的一个一个机运 嗯嗯 但是但是我在很多时候都讲是说 一则我对这东西很有兴趣 对 二则呃 我觉得哈我我自己这样觉得哈 你看我1988年到现在到2006年我交谈判也这么多年了 嗯嗯 我每一次交谈判呢都跟第一次交的时候一样的兴奋嗯嗯 因为我觉得我交那么多的时候你常常发现你讲的时候可能你闭着眼睛都可以讲了 对 可是如果你交的人不害的话底下的人也害不起来啊 没错 然后我每一次呃我觉得我还能做这份工作的原因那是因为我每一次都能够有同样的兴奋嗯嗯 然后不断去update我的东西嗯嗯嗯 所以从1988年到现在呢我唯一觉得比较自豪的或比较难得的或者别人这样讲的就是 我只交一个科目嗯嗯嗯 就说我在除了我的政治本科以外啊我在校园外面 我我只坚持我只交谈判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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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那么当然我也可以交维基管理我也可以交时间管理或什么 但是我总觉得呢就很多优秀的人比我优秀的人很多嘛嗯嗯嗯嗯嗯 那么我说我只交一个产品 所以我常常开玩笑我说我是单一产品的专卖店嗯嗯嗯我是精品店我不是百货公司 对 所以这是这是大家一元忌讳啦嗯嗯一路一路走来才有这样最浪的怎么心无立场呢 不过我自己的感受哦就是说在我阅读经会访问很多呃老师名师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哦很多名师身上都有个共同的特性 呃就是呢他们随时把自己准备好虽然刚才刘教授很谦虚的说好像您今天呃会有这样的一个成就哦是很多击运的一个组合 可是呢我一直有听到一个东西是你随时有把自己准备好 其实这个这个其实也是随着年龄来增长哦嗯嗯 然后然后才体会到我不晓得听众朋友如果有人参加童子军的话嗯嗯 童子军呢我们有三个名言嗯 第一个就是准备嗯然后第二是日行一帅嗯嗯 然后人生以服务为目的 我记得我13岁时候参加童子军的时候 日行一上我听得懂 人生以服务为目的我听得懂 但是准备我听不懂 我说准备准备什么 准备什么东西 但是事实上你后来发现 那是从英文翻过来的 be prepared always be prepared 那么早上就准备好 后来我也常常慢慢的体会 很多机运和很多老师 他只能帮我开门 开了门以后能够冲进去 那就看我自己 所以我说每一次的准备 都会让自己更熟悉 这当然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 有些机运 有一次我记得很深刻 我去演讲完 有一个粉丝 他也跟着我 在这边演讲他跟着我 到那边演讲他跟着我 常常台湾有一批人听演讲会听习惯 然后他有一次 演讲完他就跑来问我一个问题 对 他说刘教授 你现在演讲还需要准备吗 那是好多年前 大概也就是 我刚刚在校园外面交谈谈的几年 90年还到 你现在还需要准备吗 我心里想说这个题目 我讲了很多次了 我说大概不需要准备了 我说我不需要准备了 就是他的表情一下就暗淡下来了 结果他就说他以前喜欢听演讲 他就听了很多老师演讲 但这个老师他讲这个题目 就是同时笑话 讲那个题目也是这个笑话 同样的笑话可以讲很多题目 他会发现这个老师不用功 不准备 当时给我很大的启示 那么首先 因为我常常觉得 第一个笑话的事情 我觉得那是那个老师不对 我们的上课时候也会讲笑话 但是笑话是为了要衬托一个观念 是要illustrate 要凸显一个观念 那么换句话说 你如果换笑话 都要换同性质的笑话 不是随便抓个笑话 你不能说不同的观念 用同个笑话去串 对不对 所以那只是串场 所以那个老师那是不对 第二他就有感觉是 你没准备 他就很失望 枉费说他对我好像很钦佩 总死的fans 然后怎么搞 会不准备 后来我慢慢开始体会不行 那还是要准备 因为很多的观众 他需求不一样 或者学生他期待的不一样 哪怕 所以我现在哪怕 我教他们20年了 我每一次上课 我都还要准备 我还要再走一下 我去想 有没有什么新的case可以update 很多同学说 老师我听你的case 听你的课 以前听的跟现在听的 感觉都不一样 内容换很多 我常常开玩笑 我说因为我就知道有你们这些人会常常在听 我说我不管我行吗 我不用功的话 可以看穿了 而且当我自己不断的用功 在每一次做准备的时候 我也慢慢能体会到朱熙的诗 写到活水源头 四个字是什么意思 对 那问取哪得清如雪 为有源头活水来 我以前到看到我们校长的这个校长的书 那个校长办公室里面就挂了一幅字 叫活水源头 那我现在教书教的越久 越体会到活水源头的四个字的重要性 因为如果我没有不断update的东西 如果我没有活水源头的话 我怎么敢教呢 对 我一瓢水一瓢水分给你 分着分着我就干掉了 我怎么敢教呢 那我今天之所以敢教的原因就告诉你说 因为我是活的 这是一个 你可以说这是一个自我期许 自我砥砺 也是一个一种自负 就是你看我是活水 所以我现在跟很多人叫我 要我写文章 签帮的书签名 要我给几个字 那么起码我现在的心境 我都会签活水源头四个字 因为我觉得那是人到中年我的一个体会 所以在这里面就牵涉到就回到你说 那么谈判的准备或是源头 然后我觉得我们叫谈判 还有一个好的一个 别人比较难做到一点 就是因为我在很多地方叫谈判 是很多人都给我很多的case 对 很多case 比如说你传统产业给我个case 我在这边淬炼以后 我把它理论的部分提出来 交给金融业 金融业它给case 我淬炼以后 我提出来交给IT产业 所以不同的case 在我这边不同的淬炼 淬炼以后 然后我让你就很多的case 可以转换 可以学习 因为同样的 你看如果有人卖房子 他一路很会卖房子 可是他卖完房子之后 他不会卖车子 因为他专在某一个行业里面 他出不来 对 我的一个特色就是 我们就是帮大家做这种 你做不了的工作 就是我帮你转换case 然后我给你看告诉你说 别的行业是怎么样 因为当大家慢慢开始期待 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于是你就要花很多时间去准备了 所以我在慢慢慢慢越来的体会 就是说就回到你最原始的问题 说机会是稍纵即逝 但是如果任何机会门开了 准备好往前冲 整个天下就是你的 所以我本来的一度都想希望说 去订做一些纪念品 你做上一个指证 或者水晶 或者什么的 上面就写 be prepared 那么如果说你上课了一些学生 或者说谁毕业 我送你一个指证 看你能不能体会的精神 我觉得这是可以考虑的 那么好玩 所以跟刘教授谈到这边 我觉得心里是蛮多的感动 我不知道各位听众 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一个好的老师 他其实不只是教你专业 他更重要的是 他传递给你一个正确的人生态度 那我在刘教授身上一直有发现这样的一个特色 跟这样的特质 所以各位千万不要错过刘教授的书 谈判无所不在 和他其他相关书籍 那各位如果对于刘教授和风谈判学院 有进一步的 想要进一步的了解或认识的话 可以上和风谈判学院的网站 三个W.negotiation.com.tw 那我们第二段访问就到这边 那非常高兴各位的聆听 那各位希望所有的朋友 跟我们一起推动书香社会阅读人生 阅读经会的网站是 三个W.ivip.com.tw 斜线IRG 我们期待接下来内容 各位阅读经会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凯宇 接着我们进入刘教授专访的第三段内容 那刘教授我们看您的著作或者演讲 总是能够大量的引经据典 而且呢 他的那个人文素养都非常的深厚 那你是怎么样去做这方面的准备 尤其是我们现在有很多听众朋友 他们都在职场上面努力 他们都在不断地培养自己除了专业能力之外 更重要一点是一种人文的感动 人文的素养对人的一个关怀 那你对于我们 我们这一般在 在这个社会上打拼的人 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 对啊 因为常常觉得读书 读书 你说刚刚讲引经据典 其实我觉得是每个人的兴趣 兴趣到我个人比如说对历史很有兴趣 不能花多一点时间读历史的书等等 那么 首先呢 我首先讲 我非常同意林语堂先生讲过一句话 他说人呢 什么时候读什么书 倒是不一定的 不一定 你比如说我什么时候一定要读什么书 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 我看《红楼梦》我怎么看不下去 怎么样都看不下去 但后来的人到中年 我开始慢慢可以看《红楼梦》 我觉得《红楼梦》很棒 那么日本作家锦上靖 锦上靖以前写过一本书叫孔子 他也是很老的也很大的 所以就人到中年的时候才开始研究孔子 所以人不一定什么时候念什么书 那我个人呢 我是这样子 我再讲两块地方 第一个呢 我的以前我在休假的时候 刚好学校很小的教授休假一年的时候 我那时候比较闲 那时候我的念书啊 我常常开玩笑 我说我是早上读冰 下午读诗 晚上读诗 我所谓的冰呢 当然包括我的基本上就是我的专业 包括比如说我的国际关系的专业 理论的部分 或者说是真的读一些冰书 谈判的策略 或者谈判相关的书 那么这些东西我把它当作冰 冰法 早上读冰 下午读诗 因为我觉得下午呢 有时候夏天懒洋洋的 读点小说啦 什么东西 那么这是读诗 晚上读诗 因为晚上呢你比较会去思考 对于孔子所说的业气 那晚上的时候你思考的比较深刻 比较可以眼眷沉思 那么所以我的诗的东西 读冰读诗诗 我只要分成三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如果说阅读兴趣的话呢 我说每一个人呢 他的兴趣是不太一样 比如说你有主要的兴趣 你有次要兴趣 对不对 比如说我的专业本身 然后第二个呢 我们讲side interest 你附带的这个兴趣 比如说我会 我对美术很有兴趣 对 那么也许我的音乐感没有那么好 听觉艺术没那么好 但我对美术史 我有发展的时间都美术史 我其实我还有一点很有兴趣的一点 就是转型起 人呢 在面临转型的时候 他怎么做决策 是大时代的这种变迁的时候 什么叫转型呢 我举个例子 你看这个清末明初 清末明初的 或者再往前讲就明末清初 明末清初的时候 当时多尔滚 他们已经在中国北方的时候 那南明的那些知识分子 我们想当时有些桃花扇 有什么钱千亿 反正有一些 也有一些才子佳人 那他们的时候的故事 他怎么样的去选择 比如说上面 比如说就我强调 多尔滚已经在北方了 那你南明 你还明朝一个皇帝 当时明朝的知识分子 他的朝廷是怎么样 知识分子怎么做一个选择 要讲明末清初 清末明初 那就是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 像那种北方的军阀混战满清 疑老当时他们的决策 或者是说像1949年 共产党来的时候 或内战快结束 然后共产党政权要成立的时候 那知识分子之间 他怎么抉择 是留大陆呢 去台湾呢 什么的 或者1997年 香港回归的时候 那香港人 他的整个心情 是怎么样调整 或者你看别的国家 你看慕府将军 当年明治维新的时候 1868年明治维新的时候 就是日本人所谓慕末 慕府将军 就是要转换还政给天皇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权力分配 人的想法 甚至或者你先知道 1945年 台湾光复的时候 那时候人的想法 一些抉择 像诸如此类 我也蛮有兴趣的 就是抓这一部分人的一些 故事 想法 心路历程 这当然是我的interest 那听众朋友不见得要你有同样的兴趣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你主要的兴趣之外 你可以去找另外一个兴趣 对 好 看这里来做 那么读书啊 我通常觉得要做笔记了 嗯嗯 我都还会做笔记 你做在有习惯用电脑的人 习惯用电脑啊 那么用手写就手写啊 那以前我两个都做过 但是因为我们的属于 我还是比较喜欢手写的感觉啊 那些东西我还是手写 呃 笔记本带到山上慢慢读 或者什么 我觉得看电脑的时候看多了 眼睛很酸的啊 对 但是手写的东西呢 有另外一种扑植的美感 对 所以我可能觉得哎 那一部分 我觉得手写一遍 我的感觉 比如有些诗哈 你你读一遍是一回事 但是你抄一遍 那感觉又不一样 对 那个那个 那个东西才能够深刻进外 所以我倒觉得 我只是把我一些念书的方法 给大家分享 但是重要就是说 你一定做学问的时候 如果你真的做学问的时候 你一定要知道 你的我们时间有限 每一个学问中间呢 它应该是相关的 对 就是我我常讲 我砌一堵墙 那我知道什么地方缺一个洞 什么地方又补一块砖 什么样 那我要建立起 我非常坚实的一个学问体系 所以我把墙整个把它砌起来 对 那我东弄一个心弄一个 我墙砌不起不起来 对 到时候我建构 不过不起我的体系 这个谈判 这个念书呢 其实是蛮浪费时间的 嗯 所以呢 您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如果在规划自己的阅读 跟学习的计划的时候 要找到一个主轴 对 你找到一个主轴 然后你可能有支线 但是你知道你在做什么 其实慢慢的 我们开始 我常常觉得就是金字塔 对 要先要有博 你博光 博了以后 你才能升 才能高 我记得我刚回过的时候 我们常常对什么都有兴趣 这也有兴趣 那也有兴趣 于是你看简报资料书搜集了很多 对 所以很多以后 你就发现堆不掉 就后来有时候 你没办法 每一条线都追下去的时候 对 那些都是废物 对 你可能都要丢掉了 对 所以你势必要做一个改变 对 改变就非常selective 对 选择性的 说哪一部分 那是我的专长 哪一部分 我有兴趣 但是坦白讲 我不会读 比如说有些东西 我真的很有兴趣 我知道我会有兴趣 可是我现在没有时间 对 我就先放一边 对 要不然的话 贝多利分 你中读西读 只能表示你读过了 但是能够读多少进去脑子里面 其实是试试看 但是我所谓的这一部分 其实应该是属于读兵和读诗的部分 那读诗的部分都无所谓 我倒觉得那就是读 所以很多的畅销书 翻译书 事实上我都读过 但是我觉得这可以蛮丰富 我觉得蛮好的 对 您的著作非常多 尤其是以这个谈判为主轴的 那我这样看的话 在2004年的6月就有谈判兵法 然后呢 我们这一次谈的谈判无所不在 是在2003年 那包含您谈您的这个 自传式的三顶帽子哲学 还有呢 更早谈谈判艺术等等这一系列 还有最广为人知的 在96年 由这个商周出版的谈判圣经 这么多年的谈判书 如果对于一个 想要进入谈判领域的朋友而言 你的建议 从这些书当中怎么样去 怎么样去进入 或者怎么样去规划 这个阅读计划 我倒觉得是这样的 如果听众朋友 从来没看过我的书的话 你想稍微对谈判有兴趣 你去看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 谈判无所不在 谈判无所不在 虽然写的比较晚 但是我让很多人说 你真的有兴趣吗 或者你不想你对谈判有没有兴趣 你没有把握 你先找这本书来看 看看你觉得有这么一点意思 那你想要建构比较完整的体系 那你就可以去看我的谈判圣经 谈判圣经虽然这个书卖了10年 但是我今年就准备要重写 我要重写一个 重新写谈判圣经 但是在我们重写之前 这本还是比较有架构的一个谈判理论书 所以你可以看 看完之后还想更进一步 你去看我的谈判兵法 谈判兵法同样也是先决出版社出的 我带你从中国传统兵学的智慧 跟西方正统的谈判理论 你怎么做个结合 因为我们常常讲学东西 有的人我当时创立河峰的时候 我就这样想 西方的东西不中国 中国的东西没架构 只能把西方跟中国做个结合 还有些人他写的 他直接翻译的书 就会讲的太西方 我们的文化背景差太多 有的人如果说 纯从中国经验去总结去体会 可能总结的人很聪明 但是学的人没办法学 因为也没有架构 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所以这书就有这几个毛病 所以我才为什么这样说 我能够让你总结中国的经验 我也让你一个非常完整的架构 从哪里开始 所以我通常建议 听众朋友如果要看的话 你从来没接触过谈判 然后你听了这边访谈的录音以后 你有兴趣 你去找我谈判 无所不在 无所不在完了以后 更进入完整的谈判观念 你就看我谈判圣经 上周出的 圣经完了以后 你觉得还有兴趣 我想有点中国的兵学智慧结合 你就看我谈判兵法 那么大概这三个东西 谈判圣经是架构 谈判无所不在是阴的 谈判兵法是阳的 所以当时我写的目的也是这样 一阴一阳 一柔一柔 阴的阳的怎么分 阴的就是 通常我觉得比较阳刚 比较柔一点 那么其实我倒觉得比较软性一点 所以我常觉得太阳刚的 所以为什么我谈判无所不在 我强调人文精神 但是谈判兵法 我强调整个兵学的一个智慧 谈判兵法里面 当然我用的是孙子兵法 用了日本的公本五藏的兵法 用了匈奴人 阿提拉大汉 阿提拉可汉的兵法 用了蒙古兵法 我用了四家的兵法 把它摆进来 所以这样子 所以常开玩笑 我给先决出版社出的 无所不在 和兵法 一阴一阳 一阳一纲 就构成一个阴阳 阴阳 然后加上谈判圣经的架构 你有阴有阳 有整个骨架 差不多 你就可以进入 整个研究谈判的殿堂了 那如果这样子听下来的话 我倒是很期待 教授您刚刚有提到谈判圣经 您准备要重写 对 我就重写 谈判圣经因为有些新的概念 更深的东西 我想可以把它加进来 因为这本圣经的 已经出了十多年了 十多年 那么十多年来的想法 有什么改变 那社会有什么变化 我常常在想 在问自己 我也跟很多学谈判的朋友 说你也要问你自己 我问我自己 我说我在20世纪交谈判 跟我在21世纪交谈判 有什么不一样 那你们在20世纪入行 跟你在21世纪入行 有什么不一样 那既然一定有不一样 对不对 那不一样 怎么在圣经 或者书里面 我把它reflect 反映出来 这是为什么 我准备冲写的原因 但我想说我加法界 应该年底可以出版 太期待 因为那个时候 我记得那一系列 是圣经系列 那个上周他们出的 不过一直到现在 如果要真的说 这几本圣经系列的书 到现在还历久不衰 我看就是谈判圣经 因为这其中有几本 像是销售圣经 等等我都有看 那我自己的感觉是 谈判圣经因为它谈的整个架构 非常的清楚 而且它一个一个模型 其实可以套用到我们生活当中 很多要解决问题的情境当中 那我们在阅读经营会的朋友当中 其实有很多朋友也会有一个这样的问题 就跳出这个谈判的架构之外了 就谈他们很多在阅读学习上面的经验 他们说很多人觉得 那读过就忘了 那为什么要阅读呢 这是基本的考古题 但是很重要 一点点 我们自己也会读 但是其实我倒觉得 我觉得阅读不是说 读它的内容你记不记得 而是我们现在这种年龄都说 就是它哪一个观念刚好打动你 刚好拨对了那根弦 让你可以回想很久 然后你的想法有改变 其实只要有一两个这种观念改变 其实就够了 我觉得就够了 其实读书的目的也就是这样 你说每个细节啊 都去整个完全完全记得记得 我想是满满的 好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刘教授 那刘教授刚刚最后所说的 波动你心中的那根弦 这也是我们在阅读经营会当中 常常跟各位分享的 其实阅读最重要的是 你体会的一个过程 有时候呢 里面的字句你不见得记得住 但是呢 读书它本身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书本身就是你最好的朋友 他也是你最好的老师 他可以随传随到 他也可以无所在 那非常谢谢刘教授 刘教授和风谈判学院的网址是